這條片當然就是要講 接下來星期日晚的曼聯對亞線路 不過講的之前都想跟大家講少少台務 昨晚印尼斯達就宣佈了 今季是最後一季效力巴賽 所以今天我會跟大家去做一個 簡短的關於印尼斯達的特輯 希望大家留意 這條片之後我就會盡力去 資料搜集再做一做 講到曼聯對亞線路 星期日晚 11點半開波 我相信最有戰意的亞線路球員 一定是歐巴美爺 因為他根本沒有打 未來的歐霸四強次回合 所以不打英超就不知道打什麼 所以坊間有傳他說 後悔去了亞線路都是正常 因為他只可以打英超 但是今季的亞線路 已經不重視英超 希望下一季 可以打歐洲賽 亞線路又重視英超的時候 歐巴美爺不會再後悔 不過今年就沒辦法 亞線路 就一定會全力去打歐巴的次回合 除非亞線路突然之間 急轉彎 認為自己已經沒辦法 淘汰馬體會 又要回回英超戰前四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場賽事當然一定要贏曼聯 不過我相信 雲家 應該沒可能有這個想法 上場馬體會的比賽 雖然應該贏不了 不過起碼還未至於在主場輸了 那也還可以打 就算主場輸了 也去到 人家的主場要奇蹟反勝 都容易過發生過 你現在要回回英超的前四 現在你和熱刺差11分 聯賽只剩下4場的比賽 即是你要贏了余下落來4場的比賽 而熱刺 要輸了那4場去 這個可能性一定是低過你現在 去作客馬體會打個2比2回來 所以阿仙奴 沒有可能急轉彎 還很可能這場賽事 對著曼聯的時候 欠缺誠意 首先 絕對有可能 後防線面目全非 不過 其實都沒有所謂 因為阿仙奴的正選 還是後備的防線 我相信都是 差不遠的 不過中場來說 真的會可能用很多新人 實力當然是會弱很多 進攻球員那方面 我相信 蕭娥比奧巴美爺可以上陣 但是會不會冒險出 MK 雖然MK 剛剛相遇 但是看來 要打打馬體會那場 就是輪辭 他才會退場 這場賽事 我相信 會不會正選 最多後備 出來 就是讓 一點點比賽感覺 所以 阿仙奴的陣容 顯示出來的誠意 應該不會 太大 無心 戀戰 機會 而曼聯那方面也很大可能可以取得今季英超第二名 而且最主要的目標到現在是取足重貝 今場對阿仙奴的比賽實在是沒有什麼壓力 豈不是今場的英超大戰反而是沒有東西看 那又不是的 因為又讓我找到一些東西可以去看看 就是看看究竟摩連奴今場賽事會用什麼心態去對待 究竟他是會用了針對性部署去全力取勝 還是由球員出來半自動球去踢 其實分別可以很大 如果阿仙奴真的用這個弱的陣容 反而對於摩連奴來說就有一份煩惱 為什麼這樣說呢 首先如果阿仙奴都真的沒得用就是MK仔 即是組織不了 就是三人的反擊組合沒有反擊力 那曼聯應該可以主攻 但是主攻的方法就會顯示了摩連奴的掙扎 或者叫做心態 如果選擇有得球員半自動球出來踢 即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指示 沒有什麼針對性部署 但是都叫做半自動球 什麼叫半自動球呢 就是摩連奴限死你的位置 一定是馬達右邊 連加特中間 山齊士左邊 勞卡古前鋒 再叫你自己踢 那曼聯就應該只可以用回中短期進攻 那破密閘的能力就不強 如果阿仙奴一心死守的話 就算實力比較弱都好 九手必失都好 都真是曼聯只能夠一球起兩球子 而且大部分的時間 相信都是老鼠拉桂 場面都會挺悶的 那對著阿仙奴這麼弱的陣容 曼聯只能夠是謹勝 甚至乎是不幸運打和的話 其實是有損士氣的 難聽些說 如果沒有嘗試去大勝的話 其實球迷未必收貨 以前阿仙奴盡人士 去到奧脫福 都是會被曼聯大炒 這次沒有理由做不到吧 而下年阿仙奴可能會好很多 會復甦的 即是最近一次有機會大炒 他們都莫過於這次 炒不到可能會被人質疑 但被人質疑都是小事 搞到士氣差了 影響了打粥總盃才是大件事 所以保住士氣的方法 當然就是要用盡行動 去告訴所有人 曼聯只 包括說給自己曼聯 今次都叫盡力去嘗試大炒 炒不到也叫運氣不夠遮感 而摩連盧 就怎樣都要用一些針對性的部署 最簡單當然就是用盧卡古 盧卡古一定可以撞死阿仙奴的後防 後邊斬高波也好 所有兩邊明曼明曼 高空軍閘都好 必須要一開球 就不停這樣做 盡量組斷打開紀錄 令到阿仙奴的年輕人 知道落後了就本屁 放鬆 對攻 曼聯絕對有機會可以大炒 但如果不能夠組斷入球 對方一路死手又不本屁 這真是很難的 除非對方一開球 立了本屁 和你對攻 一開球和你對攻 當然曼聯會輕鬆大炒 不過 雲家是否真的不要面 即是說是最後一季 就算長球不用贏也好 都不要被人大炒 所以這場賽事應該都是首先會死手 所以曼聯這方面衛保士氣 摩連盧一開球 就要不停指令 是積極高空軍炸 就不要放鬆頭十五分鐘 寧願炒到三四比零才放鬆 但是摩連盧可能 會因此而產生一種煩惱 就是很可能會想著給少少尊重雲家 不要要他最後這一季 都被他大炒那麼慘 摩連盧會否仁慈放雲家一馬 但是最後會換來削弱這個士氣的惡果 當然我們會知道 摩連盧仁慈的機會很低 但是這次又似乎有少少條件 可以放生這個雲家一馬 因為自己 都是沒有這個英超的壓力 所以這裏有少少的掙扎 而摩連盧最後的選擇 對於吃花生的我們來說 都算是今場賽事的一個焦點 其實以摩連盧的實力 只要他用下他的腦 用下針對性部署 其實一定是可以進到阿仙奴 不過差在他會不會盡力 在早段立刻就叫球隊呢 就是高軍閘明買明賣 擺明居馬不放你一馬 那究竟摩連盧會否保住球隊的士氣 甚至乎把握最後一次機會 將以前的恩怨情勺 一次過和雲家計得一清二楚 還是會最後給一些薄面雲家呢 那這裏我們明晚拭目以待 好了,最後又可以說回少少台務 Youtube其實是會逐天和我計算 告訴我有多少收入 那之前我都說過 突然之間有兩三天 收入低了很多 那我也不明白為什麼 那我就嘗試呼籲大家 奉獻少少的時間幫小弟 就是點擊一下廣告 不要因為近期忙了 或者開始點擊到不點擊 就是沒有點擊 或者就是忘了點擊 那最後我發現 大家真的有幫我點擊到 我呼籲了之後 真心多謝大家有點擊到 那近期呢 Youtube每日給我的收入 都是穩定了很多 那還有少少穩步上揚的跡象 那雖然也不是說差得很遠 不會說差到可以立刻 就是完全可以靠他做全職 那不過呢 最起碼都可以告訴我 有一個穩步上揚的跡象 那都最起碼呢 就是可以 令到我有信心 繼續去專注做 那看看可不可以 最終成為了職業 或者就是達成夢想 那所以繼續呢 都要呼籲大家呢 就是 都是不可以鬆懈的 今天Click了 明天都要Click的 就是問你 今天Click了沒有 這樣 那大家記得了 就是幫小弟呢 就是做少少動作 花少少時間 就是看到廣告 就Click一下它 按一下它 彈過廣告市場出來 那大家 因為這樣的話呢 都可以繼續免費看片 聽片 那用手機的朋友呢 我相信現在 片的下面 依然有廣告的 那至於是什麼廣告呢 我真的不知道 是Youtube放下去的 我不能夠決定的 那大家記得 都是Click一下它就OK 按一下它就OK 那彈廣告市場出來就OK 那另外用電腦的話呢 其實片的開頭呢 絕大部分都會有的是 Banner廣告的 片的裡面有Banner廣告的 那大家 今次看不到也好 下次見到就記得Click一下它 那另外現在呢 其實呢 右邊 片的右邊 都是會有廣告出現到的 那大家都可以幫一下手 那另外啦 Youtube都會時不時 在片的之前 插入一段呢 就是片的廣告來啦 那大家除了播完它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裡面 找廣告link 按一下它 按一下它呢 那如果大家呢 是見到電腦 用電腦看的話呢 廣告link 會在片的左下角的 那用手機的話呢 廣告link 會在片的右上角的 那就 真是多謝各位了 那下一條片呢 就恩尼斯達的一個特輯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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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